你好,我是香港的甘生子,阿勤 春节快到了 很多朋友也会问我 在2015年他们的运程是怎么样 哪一种算法比较准确 八字,它的准确度只剩八成多 原因是因为它的组合超过一百多万种 没有五代十国 十指贫的指贫八字,他们所钱 是唐朝以来,古人算命其中一种方法 就是用那个年之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心笑 如果我们用心笑来算命 只能谈到神煞 就是我们说的直升和胸升 这是所谓的神煞 其实也是暗年不停的循环 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有它的决限 后来有人把八字里面的十神套进去 这是我们说的 笔尖,劫财,十神三观 正偏财,光煞和正偏硬 你肯定会想呢 现在全世界人口超过73亿 怎么样也不可能只有脑区区的循环城 对吗? 华虽如此,新年用心笑来预测来年的孕城 在我们华人社会里早应成为传统习惯 就好像我们在春节派哪个红包 用哪个红包把哪个年兽赶走 要不我们现在马上参考一下 2015年各个生肖的运程是怎么样,好吗? 所以牛的朋友有1937,1949,1961,1973,1985,1997 和2009年以立军过后为准 2015年为一位年牧牙年是土的 太岁为阳心代将军 所以牛的朋友在2014年是害太岁 在2015年又冲太岁 听起来也很恐怖 但是不用怕 因为放太岁一共有四种 每一年十二生肖那也有四个生肖会放太岁 太岁其实是木星老过太阳公主人 十所产生的磁场 木星老过太阳公主人一圈大概要十二年 古人以木星的鬼子与十二生肖对应 所以此时也是磁场的问题 不是真的有个太岁跑出来害人 有宗教背景的人可以把他告给天成 押书天父活着去施太岁 没有宗教背景的人 没有宗教背景的人只要凡事小心多做上市就可以了 2014年对属牛的朋友来说只是一般 心情不好 在2015年的运程也不稳定 而且会有很多变化 一个跟一个 会有两只夸的现象 小部分的牛 因为他个人的八字和代孕的组合 充胎税变好 三反大部分的人会因为充胎税而有变化 虽然不能避免 但是可以把它应验和发解 因此不用爱怕 我们知道充胎税逢充直动动直变 你可以考虑一下 奔家 装修 旅行 专攻 结婚 活着 天丁等喜事 也可以把太岁应验发解 充胎税的影响 虽然 我有这么多建议 但是你可以自己选择 如果在2014年 你已经失业 在2015年 你可以 你应该努力去找工作 是有机会的 如果你是在恋爱中的 你可以考虑用结婚来冲洗 如果你没有正能量 那你就要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 有可能因为争执而到此分手的 或者感情出现问题 总之 一定要做好私伤准备 来研制2015年的考验 此外 在2015年 苏牛的朋友 要尽量避免 碳病 温伤的肠口 避免影响自己的运程 虽然 苏牛的朋友 在2015年 没有一颗吉星 没有一颗吉星 而凶星有那么多 但是凶星里面 有一颗月空星 这颗星 可以减落其他星的力量 因此 因此 勉强也可以把它 看成为吉星 其他还有代号 德沙泡美 南干三行破碎可碎破 代号这是破代财 德沙也是破财 泡美是为遗失 无减的 南干会防害你前程 三行是 银刻不顺利的 破碎时光是破裂 碎破则是放太碎 孙牛的朋友 在2015年 一定要防止小心 不要太大意 在健康方面 在2015年 要小心肠胃和情绪 多一点到郊区走走 尤其是1949年 可1943年出生的人 1985年出生的人 如果你是单身的 在2015年 你可以留意身边的异性 有对象的 可以考虑结婚 如果已经结婚的 不妨考虑一下天丁 或者去旅游 在2015年 要特别留意 浓烈的三五六九 和12月份 到底还有什么 吹竭比胸法 风水不绝 长情可以流浪 我的光网 和土豆网 最后祝大家 雅年好运 新三四层 身体健康 柴云滚滚来